寶哥 對不起 希望你可以原諒我 我不應該在影片裡面說 狗都不吃 因為 有創作者去拍 發現狗是會吃的 對不起 寶哥對不起 希望你大人有大量 可以原諒我這個社會體格 寶哥對不起 寶哥對不起 寶哥 超怕 嘿嘿嘿 超怕 超魚子四度磕頭 二度下跪道歉超哥 背包鏡頭外 一口接一口其次回憶 我的東西 你可以說我不好吃 不合你的意 但是你說我的東西 像垃圾一樣 連狗都不吃 別激動前情停要 美食公道播 Toyz日前到訪超牌炸雞 犀利點評狗都不吃 太假了 知道嗎 Toyz本人也公開道歉了 超哥 對不起 希望你可以原諒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應該在影片裡面說 因為有創作者去拍 發現狗是會吃的 對不起 浩哥對不起 希望你大人有大量 可以原諒我這個社會體格 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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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依依店家爆料 偷一次鏡頭 反映不一 當我看到超派的店員 出來送飲料給他們喝 而拍片時 她卻無止境嫌棄 我也沒有到無止境的嫌棄 那你說我沒有拍的時候 東西一口接著一口 那是因為拍攝已經被終止了 我們只能把剩下的這些食物 叫員工們全部吃掉 因為我不想浪費食物 就這麼簡單 昨天看到影片 他們表示被檢舉所以不能拍攝 但我要告訴大家是他們紅線停車 違庭這件事情 我再次跟社會大眾道歉 影響了交通 這個罰款我也已經講了 我希望大超哥以及社會大眾 可以原諒我那次的違庭 大概時間大概約一個小時左右 警察庭TOYZ團隊移開 他們居然跟警察大吵架 差一點一群人被帶回警察局 各自留言的人啊 他說他有拍嗎 你能夠看到 當時我在影片裡面 有多麼的有禮貌 警察來處理請他們移車 然後他團隊可能跟警察有一點口角 然後吵架吵得很大聲 整條街都聽到 我對於警察是多麼的 逼供逼近 我說了到底多少次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對於這個檢調單位 以及警政單位 老師非常的尊重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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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撛下 很開心 決定